文字幕志全 經濟土地的這件事,他們已經叫過八年了 八年來,他將來不讓我們一條紙 跟這個統帝開這個火,才說 他要跟我們經濟土地的 所以八年來,我們都讓他 晚上不知道,他說要做這個 帝皇帝這個事,黑葡萄這個事 所以這個火,我們讓他開過 他就拿到他的收藥寬征 把我們的收藥寬征變成政府 你的收藥寬征,你的土地就是讓他蒸出去了 我們今天一定要把這個帝皇帝做到 因為他有太多沒法理 他摳下去,我給各位報告 會下水,不再下山 因為這是白蛇,白蛇都白白 你又摳下去,要怎麼落去 所以兩三年後,這個帝皇帝就變火帝 會吞起來 吞起來我們地方 我們地方是怎樣 很散的,散屁屁 散屁屁就完全摸掉 有那個錢來摳清這個水帝了 所以他不是做對的事 這件是很嚴肅的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條水帝也在大 條水帝也在大 他會吸水 再來,我們整個下水帝也在大 將我們好好把他針對過 三小的東西是自己立 為什麼要把我們的雍電瘀掉 再說,我們是農業大關,農業太多 又是農業的補償 他們都說了,所以大家都這樣說說得很好聽 要讓兄弟分農館的農業 結果他們才要完全這條水帝也在大 所以我們絕對不說真的事 這不是真的事 不是說你平衡我多少 可以回合這個破壞的 我們的訴求很簡單 一點,你立刻終止這個執行計畫 沒有在我們這個個人的 沒有在我們這個個人的 這個地主 當然,你絕對不可以把我的土地 偷偷去幫你辯境隊伍 這是第一的訴求 第二的訴求就是 你來人家在頭上 我們在地的人住了幾百年 我七十年,我們很知道怎麼在水 我們跟你說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我們的排水膏 把經濟好做三營 這是兩個訴求 所以他做這件事是 涼天涼地的事 所以我才會牽出來 感覺這個土地 這個好讓他破壞 絕對不能夠穩穩 如果他在做 我們事實跟他抗爭到底 他的意思是說 本來會補我們這個岩 那個製宏齒 這個岩 應該要辦的所謂會 他的意思是說 原後 他還要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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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要有一點時間 來處理 複製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第一點 剛才副管長 幫我記名 他把我這樣標示 他如果會補開市民會 開了之後 反對不反對 就是照他的行進促脅 就是標示說他還在進 沒有了 他現在 會補這個市民會 如果不開 意思就是這個行進促脅 講起告家的三行進 就不夠鄉親怕 應該 副管長這邊 有答應說 聖公文好有 及其追理處 要頂心 再來了解 這個 整個社會的公法 今天這個會 是我這邊 立正因為他送過來提案 我要辦一個公站 我要聽大家民眾的意見 對這三個 志宏齒民眾的什麼意見 我把它記錄起來 公站的意思是 今天所有 土地所有權人 跟所有的公民團體 針對這個案子的變更 它 就是像你們的訴求 它是一個資源型的變更 就是要以農地 要變更 做非農地 使用的時候 這個部份 我們在大家意見 收起來 到時候要送非都市的小組 來審議 了解尚告來進博區委會 所以我們每次民眾的意見 收集一下 來進博說 看他們現在要做這個計畫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志宏齒 我們今天就是沒有討論 我們剛才要來 就是 當水理廚這邊 再進去 檢討後 大家再來 溝通 再來看這個 這幾個 裡面有時候 調整的地方 現在現場 民眾也有 這幾個 民眾也來到現場 我想大家標準是一樣 這個民眾 這個部份 這個問題 我看到 這個部份 我們的政府 我們水理廚會 還來做這個部份 來檢討 大家來探討 所以今天 我們出席 不要開 開後 大家的民眾 他們留的地方 他們也都在這裡 聽我們討論 我們在這裡 像我們大筆 大筆的情況 我們在這裡 因為這不是開幕 我跟大家鄉親開槓 我跟我知道 跟大家說 第一點 我們剛才說 這個火不要開 我們要記住 管政府很感濟 這個公開電燃火 你只要不提出 所謂的火 時間到了 第二點 這個我們要知道 雖然我們很想起 我們說我們不要開所謂的火 他現在去阿批 走行政頂署 就跟你說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要清楚 所以我們要堅持 而且 在這裡 我們要討論 重點來 我說我們大筆的這個過程 大筆在103年8月的時候 他交開第一次的公聽會 我們看這個文 他真心中 你在公開會 之前包括公告也好 你在川阪公處還是社區也好 第一次公告 第一次公聽會 依照 土地徵收條例 的條文 你必須在七天前 公告而且通知地主 這不是我講的 這個文我都印出來 土地徵收條文的作為程序 所以第一次 以大筆來說 很重點是 七天前通地 你會記得 一百 三年八月 我這邊 開這次月而已 直接跳來到走 你這樣 你們看到的公開電欄會 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第一次開的 給我們的資料 土地徵收流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財政序 你看看 半兩次公條 再來 半兩次公開 公開協議架構 因為 我們說不會 就算我用支援書 沒有你介紹得好 因為內政部也說 你要用協議架構 你不可以一開始就 拯救人家 禁收喔 因為一百二三年 開了他們 地政序的彭小姐 他也說 他沒有同意 你用水利儲用 禁收這個名字 結果他這裡都把它跳掉喔 行政程序 完全不 不完備的狀況下 他直接給你跳來 公開電欄會 而且你怎麼知道 一點喔 大米地區的農店 是特定農業用地 特定農業用地的話 他必須 如果有爭議 你必須召開聽證會 大家要知道喔 聽證會跟公聽會不一樣喔 聽證會是做完畢的法律說明會喔 他們也都沒有辦耶 所以有什麼 我說他們爭下的 你包括 你跟 你跟統帝這些文 譬如說今天要開幾天 你像今天的會 三個月以後已經在電腦了 你 你幾天跟統帝三個月 十四 他要開 這是要紅蓋什麼喔 三個正義的開信 對 而且我們大米之前開一遍 會記得是遍遍遍遍喔 三個四個要開 三個二個到五個 人收到的時候 三個四個重大是怎麼開 所以我提出三點 第一點 緊對這個致紅詞 第一個 它的必要性在哪裡 你依據什麼 第二個 它的合理性在哪裡 第三個很重要 它的釋法性在哪裡 你所有過程 包括你的行政程序 和法律依據 全部是違法的 我真的不清楚說 包括管長 他們到底知道 你們在做這些工作嗎 他如果說 你們現 你的文書 他如果說有這些儲料 你看要怎樣 你敢有去開 包括兩家的公條 兩家的社會 還有這些儲料 看上千萬 你拿出來怎麼說 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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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吧 今天是民主小的 像我們鄉親說的 你是要用強的喔 是土地變化工展程序的說明會 因為各位鄉親對我們來用 還有很多無了解的地方 希望我們政府要做檢討 因為檢討過後 到一晚不一樣 所以那就是要再重來 所以從這晚 到鄉親 還有議員的地方 我們就是退了 要檢討 檢討 我心裡時 電腦有了解時 我頂到上岸 這樣